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几种秋天种冬天吃的蔬菜 其实秋种冬吃的蔬菜有很多 但真正能过冬的蔬菜并不是很多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苗是萝卜 等一下我再和大家说说能过冬的蔬菜 我今年一共育了三种萝卜 有心里美、青萝卜和凤梨萝卜 凤梨萝卜我是第一年种 这种萝卜如果种好的话 甜脆多汁非常非常的好吃 因为它是新研发的一个品种 不能自留种子 种好好吃种不好的话 非常的辣还不如一般的萝卜 萝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洗凉但不耐动 萝卜的耐寒温度大约在零度左右 如果低于零度瞬间的降温 对萝卜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而且被双酱打过的萝卜不辣更甜脆 但长时间的低温 萝卜就会冻坏不能吃了 这就是萝卜的特性 洗凉不耐动 如果种了很多萝卜 又没有地方储存 那最好的办法还是留在地里 上面盖一层保鲜膜 这样既保鲜又防冻 那好了说完了萝卜 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耐寒蔬菜 我先来说第一种 冬寒菜 冬寒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非常的耐寒 现在育苗或播种 冬天采收 而且可以多茶采收 采收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先吃它外围的叶子 中间会继续往上生长 第二种是直接把整株剪断 它会从底部重新长出新的叶子来 如果你住的地方特别寒冷 我不建议整株剪掉 因为任何一种耐寒的植物 它也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生长 听说冬寒菜的耐寒温度 可以达到零下二十几度 但我自己没有试过 所以不肯定 不过有给冬寒菜一个美妙的描述 那就是天寒地冻一抹绿 不知菜园是冬天 说的就是冬寒菜 要是天气真的太冷 冬寒菜看上去像冻死了 你也不要拔掉它 那只是一个假象 等天气稍微暖和一点 冬寒菜还会从底部 重新长出新的叶子来 冬寒菜的种植距离可小可大 可以15厘米 也可以35厘米 35厘米是冬寒菜最佳的生长距离 过密的距离生长空间小 冬寒菜也可以正常生长 只不过叶片和植竹相对比较矮小 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种能过冬的蔬菜 那就是乌塔菜 现在是9月份 也是种植乌塔菜的最佳时间 乌塔菜的种子发芽率非常高 无论是播种还是育苗 洒下去的种子很快就长出来了 乌塔菜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塌地形和半塌地形 塌地形的乌塔菜紧贴地面 叶片呈深绿色 半塌形的乌塔菜叶片直立性较强 叶片不会塌地 叶柄是白色的 乌塔菜的耐寒温度大约在零下8度左右 如果低于零下8度 短时间对乌塔菜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乌塔菜对光照比较敏感 过强的光照会使乌塔菜纤维增加 经节深长影响口感 如果光照不足 会导致乌塔菜肚长 品质下降 同时乌塔菜怕水烙 不可以大水浇灌 乌塔菜的种植距离 大约在15到20厘米之间即可 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下第三个耐寒蔬菜 母猪菜 这种菜的学名叫菌达菜 在农村都叫它母猪菜 也有叫它牛皮菜的 之所以叫母猪菜 之前这种菜确实是拿来喂猪的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菜的含盖量是非常高的 拿来喂猪真的很可惜 当大家知道它的含盖量高以后 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特别是现代人都特别注重补钙 母猪菜是所有绿越菜中含盖量最高的一种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种母猪菜 它的好处还不止这些 通常母猪菜种一次可以吃两年 母猪菜的抗寒能力比较强 在幼苗期零下五度的环境中就可以正常生长 但不耐高温 在零上三十度时便停止生长 母猪菜是洗水洗淡肥的植物 肥水供应足 叶片生长迅速 如果夏季天气过热 中间就会抽苔 只要把中间抽苔的地方剪掉 它还会从下面长出新的叶片 吃的时候先从外围的叶片开始 每次剪两到三片就可以做一盘菜了 母猪菜不止含钙量高 它的其他营养成分也非常的丰富 现在就是种植的最佳时间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不知道种子到哪里买的话 其实美国店到处都是 它的英文名字叫Chard C-H-A-R-D 这种菜的品种也有很多 只要是绿色的我都喜欢 红色的我就不太喜欢 因为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那今天我就介绍这几种过冬菜 还有一些耐寒蔬菜包括菠菜 雪里红香菜榨菜等等 现在都可以开始种植了 但这些菜只是耐寒 不能过冬 那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我会在今后的视频当中 慢慢地和大家分享 我的一点点种植小经验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按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